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尖锐和激烈的争吵 到底在吵什么 问题很简单 就是今后不动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氧化碳 这个排放多少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简单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从能源问题连续一起 从你的发展问题连续一起 所以说整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 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 简单就是这个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排放权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利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来说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意味着国家的发展 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的增加 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这个二度是怎么来呢 二度是计算机模仪出来的 这个计算机算就是相当于三明先生的那个水晶球 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的时候升温 降温时候的那些变化 他就是计算机算 所以后来以后再说一个结论 假如升温两度 就会产生这个多少多少物种的秘菊 这是英国人有一家 有一个研究小组做的 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很流行 流行以后 那就是变成一个价值盆断 就我们不能让他在增温了 那如果说他模拟计算出来这一切是可信的话 那不就是也是一个依据吗 你怎么知道他可信 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依据数据 他不是实验室 他是计算机 你怎么知道他是可信是不可信 丁院士 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 因为IPCC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组织 他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 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做基础 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去开一个气候的大会 所以给我们的印象 他是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科学家有主流吗 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科学家是根据这个人都人少来订的吗 科学这个正理的判断 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总量以后 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4氮碳 是碳不是二氧化碳 氧化碳的碳是有个3.67的这个西数 如果是450ppm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 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0.8氮碳 就是这是一个天花板对吧 对 就是说一下子你的掉下来 就从1.4到0.8 这个是人还不能变 就是还是65亿人坑了算 如果是人坑还要正常的话 那么你这个数字还要往下降 那这次IPCC的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 它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 它是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这个绝对量的 它对发展国家设定了量 这个中期2020年它有25%到40%的减排 到2050年要有80%到90%还多少的一个减排 它是有这个数据 但是它有一个总量 全世界就是含有大概是8000亿灯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的 那么IPCC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台风的控制 那么就是等于是先它定量的七组一块蛋糕 这就明白了吧 这个七组的蛋糕它不是很大 IPCC不是很黑 它的蛋糕是2.3倍 这2.3倍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今后发达国家的排放 人均的排放的全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我们说这个二氧化碳是累积起来的排放 是吧 那么前面还有这个差别呢 前面的差别是多少 前面差别是7.54倍 您指的是历史上的差别 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0倍 但是IPCC这个方案它是不算过去的 它只算当下 而且它认为发达国家率先减了 减了80%还不行吗 就说这里面我们就是先不跟它去争论 咱们先把以前的事放一放 那我们就看今后 减排 就这个词说起来很好听 同我刚才讲到的排放权分配是一回事 这个很好理解 8000一顿的蛋糕是订下来的 尽管减80%一步一步往下减 但是你基数大呢 你的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8倍 你就往下要这么去蛋糕 它就马上就是去吃你的二点几倍了嘛 所以说这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陷阱 嗯 这是一个陷阱 如果是今后的排放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上的限制的话 那么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权 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奇的商品 就是你想要排就有可能得买 你要不够排你就得要买 就是说如果是你承认二氧化碳排放配额 这叫排放权是一种稀奇商品的话 那么这个八千一灯里面蛋糕分配的过程当中 真金白银 都分一点都少分一点 是多大的 多大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一比较强烈的意见 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那当然是不行 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切一块跟大的蛋糕吗 那我可以这样定指标行不行 我以后的排放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 这我不过分吧 我历史上比你排少排很多吧 那今后的四十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 或者中国说的更白 我从1990年到2050年 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就行 那行不行 那他会觉得说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你这么一成的话 那个技术太大了 那么我就说问你了 那么就说中国人是不是人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中国就 中国的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一个少排 你这个算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 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也可能他会觉得说 那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 好的 那不行 那我就不跟你算了 我没有必要跟你算 为什么 那就是说穆纳哥多少人 那我们中国跟穆纳哥比行不行 讲不讲理吗 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 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为界限 我可以责任我这碳排放大国 那你给我们一个数 我们给怎么 能排多少 你发达国家 你要排多少 你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了吗 不是 你这个87%是分配了一个数了吗 你是把你分配的大比我们分配的小 是不是 那我就说 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 根据激发的方案 他27个发达国家 去走的是多少 去走的是44% 他多少人口 他11亿人口 余下来的55亿 分百分之56的蛋糕 那么你说公平不公平 他这个方案可能完全就没有按人口 因为木克尔本人 因为木克尔本人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 要我没有机会 要我有机会 我要问问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本人 你觉得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 那现在除了IPCC这个方案之外 不是一共有七个方案吗 有没有一个是 没有一个 IPCC的方案还是最好的 其他的方案是越来越黑 您现在是在直接指责IPCC 为什么不能指责 科学就是可以批评 既然你承认你是科学 你就要坚持得住人家的批评 我在中国科学写的文章 我就是直接批评IPCC 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辞 其实是很激烈的 有这么严重吗 那你算账了 假如告诉你 中国今后2020年以后 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 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 你会怎么想 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比较激烈的 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 这样是否合适 你批评他们的方案不公平 他们是不会理你的 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 引起别人的重视 当时您在那个大会上演讲 明确提出这些观点之后 场上有什么反应吗 常常就是有一个美国人 他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的一个行动的问题 您怎么回应 中国该怎么行动 那么我就说呢 我也同意 行动是第一的 我说中国很简单 我说要如果是 我要我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 长期减排放的承诺 这个重新排放的承诺 就是一句话 什么话 从1990年到2050年 中国的人均排放量 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 同期水平的80% 不管你怎么减排 我都要比你少 并且我一定要就到 并且你发达国家 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 建完了 中国还没有建议很多 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 中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 全世界看到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 我们要逼你们雄心勃勃勃 后来美国人 也没有这排放给我争了 后来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 他说你的回答得很好 他很赞成 您理解的公平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是公平 我的公平的理解 我把排放权 视为发展权 视为基本人权 所以我就说人与人之间 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你看您原来研究古气候的 都一直很专业的科学家 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 你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 甚至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 别人对你的身份提出 一定的疑问 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 您觉得呢 你就说我搞科学研究的 就不应该去了解最后面的政治 这倒不是 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 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 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 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 民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千年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落实 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 这是国家利益吗 这是个人利益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假如像您所说的 现在这个方案 发达国家又不接受的话 如果它就这么拖下来 这几年下去 会不会就情况变得更糟了 我很乐观 我是地质学家 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 这个环境气候研化 所以我很乐观 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 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总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 地球用不上去拯救 地球温度 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 地球燃化的浓度 比现在高十倍的时候有的是 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 都好好的 毁灭的只是物种 毁灭的只是物种 毁灭的是人类自己 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 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 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 我们最核心的东西 究竟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文化文明 人类在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种更 有暴露性的 更有弹性的一种文明的产生 或者是我们现有文明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